说到陈百祥呢 最近也是半忧半喜 一面要忙着担任港姐竞选的大会司 一面呢 后院起火了 被人在大街上开始讨债 8月27号 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大门口 出现了一张向陈百祥讨债的大字报 要求陈百祥偿还2500万港币的债务 这突如其来的讨债行为 不仅让陈百祥颜面尽失 也让大家摸不到头脑 关于事件的起因 陈百祥始终含糊其词不愿透露 让所有人都不禁疑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而昨天陈百祥在接受采访时 终于回应了此事 透露说其实这起纠纷 在四年前已经宣判了 而他对于整件事的解释 也仅仅只有四个字 轻折自轻 那就是几年前的事 人家又怎么做 我自己知道是什么就可以了 我有轻折自轻 只能这样说吧 不管是起因还是细节 他都一带而过 而他唯一能向大家证明 自己清白的理由居然是 因为这个案件 已经几年前已经判了 不能够发力去 已经判过不能再判 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吧 一味的喊冤 却不正面应对 只会让大家一斗从生吧 遇到新的力 这个方法并不高明 综合不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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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